吴宗宪破蛋大作!妙宇德州电剧《杀人黄》!满满是梗梗梗梗梗梗! 宗宇天王吴宗宪、Jackie,出道31年首度唱进小巨蛋,对江于14分之4开票,28分之7破蛋,他坦言尽相情窃,因为以歌手身份出道,后期却以主事建长,回顾出过25张唱片,入围三次金曲江最佳男歌手, 并以真心幻觉情专辑拿下金曲六台与金曲歌王殊荣,这次即将以个人身份站上台北小巨蛋,却感觉像是第一次站上舞台 宪歌言谈中透露在乎,对一直到现在才重视歌手初中,破蛋,我觉得自己好像在义能界30年来,现在才做对的事情 好友洛璃和陈汉典也献上好彩头白玉萝卜 恭祝亲爱的献哥一举拔的头筹 开票妙杀麦的满堂彩 Local King吴宗献音寿摇载金曲24单任表演嘉宾 长达10分钟的台语族曲表演 献哥潇洒的歌喉 稳健的王者之风 当场标出超高收视率 也在王海浮出期盼他开唱的声浪 如今这个愿望就要在今年夏天实现 今演唱会记者会上 吴宗献骑驻滑板车现身 并露出小麦色的健康肌肤 可说是运动有成 他坦言一开始为演唱会 努力锻炼体力 肺活量 以期有最完美的表现 吴宗献是以能界无人能及的宗艺天王 但他不忘歌唱初衷 一级高20夺得全台歌唱比赛冠军 是至今难忘的喜悦 也让他以音乐人为直至 走上唱片歌手之路 走过这些年头 吴宗献不忘提携后进 这次小巨蛋演唱会 他笑颜一有50、60位嘉宾 修比都花等人都是做上宾 甚至还有安排特别的桥段 光是想到力争上游的综艺 看起剧合唱有梦你会红 就让献哥内心澎湃 讲到热泪盈眶 献哥妙语如珠 被问导演唱会是否跟他节目一样很有跟 他答 你看 就像是德州电剧杀人狂那样 跟跟跟跟跟 都是跟 如此独门的妙语 也只有吴宗献能够抛出来 吴宗献也特别提及 希望能在高雄开场 之所以提到高雄 不只是因为出生台南 外婆家在高雄 更是因为考虑到父母亲 他感性地说 他们为我付出一辈子 也担心这么多 我承喜爸爸的好歌喉 希望能让他们以我为荣 也不禁提到在主持界这些年 成绩不错 但是非也伴随 非但没让父母欣赏 反而让他们担心了 也因此他希望届时这场公蛋之作 可以唱下高雄 给乡亲父老一场高水准的娱乐大作 也让父母以他为荣 比赞 by bwd6